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警方还在追查嫌犯的下落 根据光华日报 从5月初至今 槟城已经有10多家二手车行 被神秘人泼红漆和流酸 东北县警区主任将会在明天中午 针对一连串的事件召开记者会 公布调查进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